今天是长年期第三十主日 我们看到长年期已经解禁了威慑 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德撒罗尼签署 因为我们接受洗礼 成为追随耶稣门徒的人 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不应该跟这个世界通话 所以宝露今天像德撒罗尼所写的书信 所体现出来的是宝露的一种关系 殷切地渴望他们 德撒罗尼在当时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海路港口 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是经商的到德撒罗尼这地方 因此他们自称一派 形成了犹太的会堂 当然这些也乘了宝露第二次穿交的时候 赖到了德撒罗尼这个地方 并且进入会堂 降收了天主的父业 一般我们知道进入会堂的都是犹太人 而宝露今天所写的是针对那些 贵异了的外宝人 所以收谢提醒他们一天的就是要让他们 离开偶像 在德撒罗尼那个地方呢 不过是因为要兴传 所以他们都希望得到平安 那么我们这地方呢 以我们这地方来说 什么海龙王呀 什么赫神呀 什么求所有的这些生命来保护他们 同样陆地上呢 即使一个重要的地方 所有各地的人来到这地方 他们都把他们普通的信仰 把他们的生活习惯 把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都带到了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宗教特别的混杂 既然他们接受了一身宗教 比免不了 他们原来曾经参与过那些 原来他们是没有信仰的外教人 参加过所有的这些 摆欧乡的地理呀 风气呀 运动呀 或者节日呀 这些自然而然对他们是有影响力的 因此 暴露 在被拘抄 被监禁的时候 他仍然还挂心着一起 因为他在夜去 倒不了 德萨罗尼的地方 他是被 驱逐 处去的 他如果要是再 返回去 自然而来的 有会引起 宗教方面的这些分歧 因为犹太会堂的 古手派 也就是保守派 犹太的这些人 而他现在所传承的 虽然是冤子犹太 而是犹太人所派击不接纳 那么面对这些人 保禄来规劝他们 我们为了你们 在你们当中怎么样为人 这都是像德萨罗尼人 告诉了保禄 在那个地方传教的同时 也留下了标样 而这些标样呢 都已经深深地烙在了 每一个人的记忆当中 所以保禄让他们 从记忆当中告诉 我们在你们哪里的时候 如何宣讲的 如何生活的 如何为人 你们既然成为 耶稣的追随者 就应该效法诸的人 虽然在许多苦难中 仍然会着 甚深的喜乐 接受了神道 生活当中能够充满喜乐 这证明已经 长下了信德的根基 如果这个人 仍然生活在奔行界 生活在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 他就会被身边的这些事情 会让自己喜乐乐高兴 忧愁了麻烦来的哭啼 甚至伤心难过 因为他没有 把自己的生活 扎根在信德方面 过去的德萨洛尼人 跟今天的我们 没有什么样的标样 我们现在可以去 反显一下我们 我们现在的生活 如果我们在 现实的生活当中 感觉到很沉闷 感觉到很压抑 感觉到找不到乐趣 我们要自我反显 因为这证明我们 仍然还生活在 我们自己之内 我自己的计划 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的追求 而你自己想得到 你自己的追求喜好的时候 自然而然都会伤害 身边的这些人 或者是说 你自己的自私膨胀的时候 也会影响别人的利益 自然而然都会有一些摩擦 这些摩擦 就会让你自己 遭遇身体方面的伤害 或者是心灵方面的伤害 你不会得到 圣神之内的喜乐的 所以保露今天 像德萨洛尼人所说的 你们仍然怀着圣神的喜乐 结束了圣道 因此你们现在成了 马其顿和阿哈亚 这是周边这些人 他们都说 哎呀 德萨洛尼那个人怎么样 你看他们那个多么热心 你看他们有爱如弟兄 你看他们自己不分家了 你看他们真的独属一番 对当地来说 成了当地教会的一个标邦 邦恙 所以 他们对信仰方面 豁出了自己的喜乐 我们今天应该看到 在今天的打场用上 打场用说 上主我的力量 我爱慕你 一个经历考验的人 才感觉到自己力量的不足 才会祈求天主 一个平凡的生活 鲁鲁无为 没有追求的人 他自己不会去 祈求天主的力量 他就会 仗来着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 打不到了以后 他都气来 他都抱怨 他都灰心 他都失望 因为他自己仍然 活在自己之内 没有获出信仰之内的喜乐 没有获出 耶稣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要反省一下 德撒罗尼人 那得他们身边没有考验 没有挑战 没有摩擦 没有迫害吗 保禄他们就是被驱逐处去的 他们现在看到自己没有了 保禄就如同赐福一样 他们在的时候 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 包护着 可是保禄现在被驱逐处去了 他们好像就跟孤儿一样 然而他们现在 保禄虽然不灾了 他们在举会的时候 就开始分享 分享在信仰之内的喜乐 分享保禄的传承 分享当时所留下来的 这些宝贵的教训 尤其是保禄 写信的时候 他们就会白读 不焉的 经常的去 经常的去翻开 阅读 保禄所学给他们的这些 鼓舞着他们自己 整个生命 整个生活的这种动力 所以我们今天 在长年期第三世主日的时候 教会不管第一篇 读经给福音 都是着重到 哀得 诫命 而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了 我们守戏归 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就是要读一个 新的生活 而这个新的生活呢 必须要指示 我们自己的本性 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们过去的习惯 我们过去的所有的这些偏情 都应该致死 要获出一个新的生命了 因为我们已经经验到了 天主为了爱我们 把他的儿子当作替罪一样 赎回了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 耶稣基督的宝学 所还回来的 当我们自己经验到 天父爱我们 因为天父爱我们的时候 不会因为说 他是有太人 有优越的条件 天主爱他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现在这些 不管马其顿人也好 阿哈亚人也好 德撒罗尼人也好 他们都是外邦人 他们都是外人 可是现在真实的经验到了 他们是圣的儿女 是天父的儿女 这份喜悦 这份爱的经历 让他们自己 在闲时的生活当中 获出了不一样的自己 国取自私 国取脾气宝躁 国取计较别人 国取消行要的算计别人 国取攻击迫害别人 可是现在呢 现在那些伤害他们的人 他还要为他们祈祷 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呢 他还不能挠怒 不恨记恨他们 至于对令力之间呢 他们不再是 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了 而是以光荣天主 为他们自己的宗旨 所以他们真实的达到了 我们写的媒体 多做的祈祷的时候说 愿光荣归于父 及自己上神 这段经文呢 对我们来说 已经成了抠戈 对我们来说 已经习惯了 但是对德撒罗尼的这些信徒 初加入的这些信徒呢 他们每天都 念的时候都想到了 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否真的符合我自己 蒙昭的恩典呢 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否真的光荣了 我在天的父亲 光荣了我的救助耶稣 甚至光荣了天主圣神呢 别人因着我自己的这些 行为呀 言谈呀 举止呀 他们开始迫害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 已经把我看作是另类 难道我自己把另类 还重新的 汇到与他们为伍 想刷钱了 赌博了 甩瓜了 想面了 甚至去参加那些欧乡呀 去逛那些基石呀 忍意的去购买 自己想要的这些 现在都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们没个教友 德撒罗尼人 他们归以后 他们离开了欧相 他们归以了天主 他们开始侍奉 佣生的真天 他们再也知道 他们已经知道了 生命不是短暂的 专顺 祭使的 把自己所有的这些 都投注到这个世界上 去享受 他们已经知道了 生命结束以后 还会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因为那佣生之主 为他们所准备的是 焉所为解 是儿所慰问 是人心所为相向的 至于显在的这些 荣华呀 底位呀 享受呀 口福呀 宴乐呀 富士呀 这些都是短暂的 不能够被这些 短暂的东西 切摆住自己 追求佣生天主的这种 这种心态 所以他们 保禄更像他们说的 我们期待着圣子 因素 从天将来 他能够从四者中 复活起来 将来也不会把我们这些 已经撕了的 腐朽了的 复活起来 令我们进入佣生的国度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与此时通话 应该 不是说让我们脱离这个时代 脱离我们周围的坏景 离开我们的假 不是 就是在我们本有的坏景之内 去豁出耶稣的生命 去豁出身为灯台上的灯 身为酵母的主 我们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微弱 那么我们就应该 如同今天的圣用里边 向天主祈求 向圣神祈求 向我们的主耶稣祈求 求天主加给我力量 保禄中途说得很好 来加给我力量的天主 没有我做不来的 他能够使懦弱的人 坚强起来 勇敢地为信仰做见证 所以天主是我们的力量 天主是我们的判施 天主是我们的救助 我们真的依靠过他吗 当我们看到灾难来临了 当我们看到危机来临了 当我们看到诱惑来临了 我们真的把天主当作 避难所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深刻地反省一下 为了真实地进入了状态 他不止以在这个世界上 消磨世界 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 获出耶稣的生命 所以让我们真的静下心来想一下 这个我现在改变了吗 别人给我相处了多久了 已经给了别人一个固定的 感谢观看